上一週我們的題目就是說到為什麼它不多獅子還有多羔羊就不可以揭開奇異 是有指定第二篇 現在它正在揭開奇異 手中的書卷 拭目以待 神見主我是第二大族第三小族的文化區的王廷志姊妹 今天我要回答的問題是啟示錄五章中的書卷為何只有獅子羔羊可揭開 那我回答問題 啟示錄第五章我們看見基督升天后天上的景象 神坐在寶座上預備執行祂宇舊的行政 神有祂永遠的定職 並且這景象的中心乃是那適配的獅子高牙 五章一節說書卷用七印封言聊 是說到神的行政四個奧秘 那七印實際上就是這書卷的內容 這書卷本身必定是新約 就是用羔羊之血那最偉大的所有權狀 包括了招會、以色列人、世界和宇宙的救贖 現在我們讀啟示錄乃是讀那被升天的基督 所展開之書卷的內容 你知道整個宇宙都歸於虛空 但我們有基督 所以我們不需要哭 不需要哭 我們不需要哭 現在我們要來說到適配的獅子高牙 創世紀四十九章八至九節 那裡將基督描繪為獅子 象徵祂是敵黨仇敵的鋼牆壯士 基督是征戰戰勝的獅子 祂也打了身杖 因此祂的得勝使祂有資格 展開那書卷 揭開祂的親印 五章六節說 我又看見寶座與世活物中間 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戰力 這樣是被殺過的 他是羔羊 那是我們的救贖主 現在我們說到說 眾天使他們不需要救贖 但他們卻需要一位打敗神仇敵的 因為他們中間有一個成了神的仇敵 所以對天使基督乃是獅子 擊敗那被判者 但是對我們基督乃是那羔羊的救贖主 我們知道宇宙中有兩個主要的難處 就是撒旦得罪 基督是獅子已經打敗並會除了撒旦 那是羔羊除去了我們的罪 他已經得勝了也成功了救贖 現在他是那獅子高牙 神的禁止需要一位能解決神一切問題的人 完成神的問題就是撒旦的背叛和人的墮落 撒旦 基督是獅子 他擊敗了那背叛的撒旦 基督是高牙把墮落之人的罪完全除去了 他已經解決掉神這兩個問題 所以他被展開成精準的主卷 阿妹